那你如果快走的時候 希望在家裡嗎 我當然要在家裡 像我那個時候我阿嬤也是 本來在醫院 那醫院本來是插管幹嘛 後來就覺得說這樣太辛苦了 所以就說要回家 然後要回家也是 現在醫生都很好 你說要回家 他們就會幫你準備 就說 可是我覺得醫生當時本來跟我們說 我跟你講 這個他現在一把管 他可能不一定撐得到家裡 因為有時候他真的就喘不過氣 來或幹嘛 所以我們是全部都已經喘吼 那個什麼都放在客廳什麼 因為想說回家不會很久 結果後來就是拔了 然後就救護車送去了 送去之後阿嬤還很好的呼吸 所以他就在客廳躺了 可能快一個月或幹嘛 這麼久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 那一個月還要不要吃東西 要吃啊 因為大家想說 本來因為醫生講得很緊張 我們就覺得好像拔起來 他應該就不會喘 不然 告白就是還是呼吸很好 所以反而有這段時間在哪裡 就是全家人都可以回來 我覺得志昂哥剛才做一件事 做得很棒 就是你一直在 你媽媽耳朵邊跟他講話 因為他們就像剛才 王醫師也講 他說我們人最後消失的 應該是聽覺 所以你那段時間要做什麼 其實你說會不會放不下或幹嘛 我覺得最重要讓他覺得 他人生有完滿 所以之前你是不是必留醫師 一直講說 對 他其實 畢醫師就坐在 畢醫師就在這裡 然後我發現很多人 因為聽了畢醫師那樣的理念之後 他也是會在親人最後的時候 即使他可能已經慢慢的昏迷 醒來的時間很短 他就是在跟他講 你一生做得多好 我們多感謝你 做什麼 那我覺得我奶奶 因為有那段時間 剛好家人也都可以陸續來 不論是從美國回來從哪裡 可以大家都看完 真的是全部都看完 他才離開 對 那我覺得這一段 就是完滿你人生 最後一段就是 你人家幫你去回顧你的人生 人家去謝謝你人生 不論是你把他生下來 或是你養大他 或者你圓滿了這一段 那讓他不要說他覺得放不下 讓他覺得他真的很好 因為我覺得在安寧或什麼 有時候最擔心的是 有時候一些他會突然間 可能因為昏迷剛顯 或是他那種不想死的病人 才是他就是他真的不想死 比如說有醫生都遇到的那種事 喝農藥自殺年輕人 他說當時是衝動 衝動之後就喝下那個巴拉椅 那他不知道他喝那一點點 在那個時候是救不回來 其實很難救 很年輕 因為跟女朋友吵架 然後喝了之後 然後就救 他本來以為說 對 他本來以為想說 給他洗個胃什麼 他不知道那個農藥那麼可怕 所以當他開始 一開始來覺得還好好的 因為那個都弄完之後 一把麻了 對 就開始 腎衰竭什麼都來了 然後開始喘 開始什麼的時候 他知道自己不能活的時候 他說他就很傷心 他其實他就跟醫生說 他不想死 然後沒有辦法就急一救 然後爸爸媽媽來看 可是他當時是為了感情 他媽媽 對